也是刚刚度过了他的十岁生日 我们一起来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是的 神武十年很高兴的是你就是这一次神武的主题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能够感受到所有玩家对于这十年来的一些关注和乐情 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准备登场的嘉宾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他们的 那么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先卖个关子好不好 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 我们先听一段故事猜猜看 我们先通过一段声音跟一段故事来猜一猜好不好 可以 我们先稍多等待一下 好吧 我们现场的粉丝也不要这么激动 看看你们的爱都会说些什么 在作为甜蜜使者遨游神武三界的日子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博物馆 里面收藏的都是纪念神武伙伴之间故事的信物 一座奖杯 一个账号 一只宠物 这些看似寻常的游戏里的物品 实际上都暗藏了一串串的情感密码 可能是一场比赛的惊心动魄 可能是遇到那个他的幸福 也可能是一起并肩战斗的热血沸腾 所以我们叫他神武四行感博物馆 今天这座博物馆即将与大家见面 是的 我也相信大家已经听声音都猜出来是谁了 没关系 猜出来也没关系 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简短的视频 先了解一下到底都是谁 很高兴认识你 这支队的欢乐我们都懂 神武四一旦缘分在一起 很高兴认识神武 神武十周年 很高兴认识你 没错 让我们一起喊出他们的名字 印堂少女303 神武四甜蜜使者 有请他们上台 好的 我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们是 印堂少女303 神武四甜蜜使者 感谢神武四一直也来的支持 很高兴认识你们 是的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神武四甜蜜使者 其实在十天前各位就已经在广州 在顶级音乐盛典秘国会上 进行了神武十周年推广曲 拉我的首场演出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也是反应非常热烈的 从我们今天到场的观众 你的粉丝 你们的粉丝 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乐情是不是 那么在这首歌的时候 你们就是创造这首歌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首歌拉我 其实在舞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加入了很多可爱的元素 然后也非常突出同伴之间的一些互动 有趣的互动 然后也是非常元气满满的一支舞蹈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首歌 然后也可以拉着朋友一起去玩神武四 是的 其实拉起同伴一起来玩神武 也是我们神武作为一个快乐社交游戏的 一直以来的一个主题 其实刚才在听到我们甜蜜使者 介绍了神武的情感博物馆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神武伙伴之间的故事 其实在这里我也想采访一下我们的甜蜜使者们 博物馆里面有这么多的故事 如果请你们来挑选一个印象深刻的来分享 你们会挑选哪些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奖牌的故事 其实这个背后是一支非常顽强的战队 他们从来没有踏入过神武之战的冠军联赛决赛决赛决赛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 他们最终很不容易的挺进了神武之战冠军联赛决赛的舞台 虽然他们还是失败了 但是他们的指挥说没有一看 所以其实这个跟女团的成长也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不可能我们每一场比赛都能赢 但是很庆幸我们有队友跟自己一路坚持 也才能有今天我们对着大家说 我们是印堂少女303 所以希望这支黑马战队也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是的 其实神武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一群共同热爱游戏的人 共同热爱的一个他们生活的一个方式 然后一起坚守 其实结果虽然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就是伙伴们并肩作战的那个感觉 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我相信大家也会想到自己在创造营当中的一些经验和经历 那么其实据我所知呢 我们的月月也是一名电玩少女 其实肯定是对这些故事有触动吧 对 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个故事 对 看一下大屏幕 对 可以看这个大屏幕 有一张图 大家光是看这个图的话 肯定就觉得还蛮温暖的 其实我今天讲的呢 就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一个故事 这张图片讲的是一个玩家 他突然的就不辞而别 然后呢 就 他的一个好朋友 然后呢 去各个区 去创建了一些星号 去做任务 然后去喊话这位好朋友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很幸运的是 哎 这个好朋友他联系上了 然后联系上了以后呢 这位伙伴就说 就算少了全世界 也不能少了了你 对 然后觉得 哇 非常暖心 虽然是在游戏中建立的友谊 但是的话 我觉得这个友谊 不仅仅是建立在游戏当中的 这个友谊也是 就是办的这个游戏 一直延续下去 是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 就是虚拟的游戏 真实的情感 我相信在刚刚我们 悦悦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非常的去 很深的去理解到他 因为朋友突然消失不见 然后去奔赴各大区 创建小号 然后去找他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大家可能感动得 都比较深受 那么又谢谢赵月 给我们分享到 一个感动的故事 那么卓雪 这边有什么 神武情感博物馆的故事 想要跟在座的各位分享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 一个神武的帮派 它有一个特别好听 又特别的名字 叫做秦霍宇 无论秦霍宇 无论秦霍宇 我们都始终在一起 这么一个意思 非常的温暖 他们来自天南地北 共同经历了游戏 无数的任务 到现在已经成长了一个 风雨都积不垮的强帮 所以我希望我们印堂少女 也可以像她们一样 无论晴天或风雨 我们都可以一起走 是的 其实游戏内的帮派 可能它不像是说 是一个小团队那么简单 它可能会有两百多的人 或者更多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群的集体 它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去努力 那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团队 它们也是有非常多 更多的目标 这样去努力的是吧 那么也是感谢昨天 那么你呢 有什么神武情感博物馆的故事 想要跟我们分享 我记得有一位歌手 重新翻唱了神武笑春风 对 然后她说这首歌是她的梦 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梦想 然后是的 十年以后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唱歌 其实神武笑春风这首歌 是十年前 这位歌手创造了一首歌 然后在十年后 今天呢 神武的十周年上 也是找到这位歌手 重新对神武笑春风进行了一个改编 她其实也觉得这十年过得很恍惚 但是我相信 《印桃少女33》对于你们来说 十年也不是一个界限 肯定会有更多更广的一个空间的 好吧 那么也是谢谢我们年代分享 关于梦想的故事 相信我们《印桃少女》也会永远记得 我们最初的梦想的 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一下我们仙宁了 那么在你的博物馆当中 你觉得就是最能打动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浪漫的人 然后我就是记得有一对玩家 就是他们的爱情实现了 就是从校园 然后穿着校服 然后到婚纱 然后就是从游戏到现实 虽然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相隔千里 但是在神武的世界里 他们始终并游 并肩游历 然后心连着心 终于在神武十周年之际 他们迈向了婚礼 是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的这张图 不仅是一对玩家 它是一批玩家 一群玩家 他们在神武当中 在游戏当中找到他们的真爱 我们今天也是在长龙 是举办了一场神武的一个 百来婚礼的一个活动 也是给我们所有的 在神武当中找到的 人生当中另一半的玩家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盛宴 我相信很多女生 或者说很多朋友 可能都会向往去憧憬 这个时候 这个时光到来 那么也是谢谢您 给我们分享了 这么甜蜜有爱的故事 也让我们再次谢谢 五位甜蜜使者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 多艺网络品牌总监 万里勇 及大云中心的几位小伙伴 自身玩家 一起上台 与我们印堂少女303 神武四甜蜜使者 一起为情感博物馆开馆剪裁 好 我们可以再往这边过一点 好 是的 那么在我们神武情感博物馆 这个开馆的瞬间呢 也是希望有我们的神武四甜蜜使者 来 我们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有点偏台了 来 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来 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来 哎 先您 对 我们可以稍微往中间站一点 有点偏台 对 可以再过来一点 好 有点长 可以再过来一点 到这个地方 OK 好 我们再看看 可以再往前走一点 好像那个彩带有点长哦 对 好像还要再往这边走一点 再走一些 好 OK 是的 那么在我们的神武四甜蜜使者 开馆之间的 也是尤其我们的 哦 我们好像 我们多一的小伙伴 都间隔有点长 我们的印桃少女303的 还有神武四甜蜜使者的 伙伴之间 他距离可能更近一些 对 可以再往中间烧铐一些 OK 好 好 天气 可以往这边过来一下 OK 好 好 好的 接下来呢 我就数321 各位就可以进行剪彩了 好 开始倒数 3 2 1 我在这里宣布 神武情感博物馆正式开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无数玩家留下的梦想和情感 欢笑与泪水 这就是我们称为的青春 未来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玩家 在这里留下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故事 好 请我们的多一的小伙伴 和我们的神武四甜蜜使者 樱桃少女303 可以再合景一点 我们合照留念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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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老师OK吗 OK 好 我们可以稍微靠近一点喔 好像有点那个 有点伞 我们可以让大家的关系 更加紧密一些 来靠近一些 好的 那么相信呢 神物情感博物馆的开馆呢 也只是它的一个序章 在未来呢 有非常多神武的玩家 可能成为神武的玩家的朋友们呢 会有非常多非常多精彩的故事 一起在这个馆内保存 在下一个十年 下下一个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之后 我们可能回过去 在服务馆里面当中 也能找到属于你的故事 和你的回忆 好的 我请我们的 《樱桃少女33》 神明室提名试者 还有我们多一个小伙伴 可以先下台休息了 好的 感谢大家 不要急 不要急 一会儿我们的《樱桃少女33》 还会有更多的时候 跟大家互动的 来 好的 那么在开馆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到今晚的 压轴部分了 摘星之旅 首先 让我们走进一位 多一点